幼稚 各位好 幼稚 打個招呼啦 幼稚 吃飽不想理我 OK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 欸 忍不住想要笑你一下 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 如何 去 觀察 或者是了解你的蛙 怎麼生病的 我說的是怎麼生病的 蛙它絕對不可能 馬上即死 這個一定就是跟我們一樣 有可能受到一些細菌啊 侵入到體內 或者是溫差啦 或者是你的胃食 還有你的環境 或者是不小心摔傷了 反正等等柱子之類的啦 或者是緊張 好 我現在跟各位分享就是說 你要注意你的蛙 身邊的前提 你可以 回推過去三天 五天 甚至是一個禮拜以後的 你讓你的蛙吃了什麼 好第一個 第二個 你的蛙有沒有受到 外來的 因素 可能摔 碰 撞 摩擦 或破皮 或者是互相有咬傷 不小心咬傷 你去回想一下 還有就是 你換水的頻率 它長期泡在 它自己的尿毒裡面 還是它的環境 你只有部分去清潔 那個地方而已 而不是整個 都必須做清潔 我給各位一個建議 你清潔的話 連盒子旁邊上面 甚至上面的蓋子 買一下蓋子 甚至這個蓋子都得洗啊 好不好 因為你這樣子燜住 蓋住的情況下 各位你想一下 如果它這邊有水 有尿的話 現在天氣又那麼熱 是不是會有水蒸氣 那水蒸氣整個 都在這個環境裡面的話 它這整個環境 盒子裡面 都是細菌啊 那不是你沖一下水 弄一弄這樣就好了 挖也有可能 因為這樣吸收太多的病菌之後 生病也有很大的因素 好不好 再來就是你的餵食 你的器具 一定得乾淨啊 每一次餵食 你一定 最少要用酒精 噴過 再做餵食 而且你的飼料也好 火體也好 生肉也好 你都要確實 它是 它是 安全沒有什麼問題的 各位懂我意思嗎 如果這部分有 一點點不太清楚的話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拿到的餵料 跟飼料 你 有沒有確實它還是 比較 新鮮的程度 你包括飼料 它不一定就是新鮮啊 因為有時候你封閉沒有酒的話 它裡面受草 你可能也不知道 各位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說 像營養品 像這個 還是說益生菌 還是飼料 盡可能你就用小份的 就好了 你用完再買就好了 因為再買它開封之後 還是比較 最起碼還是比較新鮮 因為它沒有受過草 它沒有接觸到空氣 所以會比你 長期買那種大罐的啊 還是說大包的飼料 這樣為什麼 我覺得 還是用 小的 小份量用完再使用就好了 好不好 好啊再來 蛙 蛙 蛙 有的蛙它不一定 不一定啊 我不能說完全啊 但是有的蛙它就是不知道吃飽 它有可能還會再吃 像我們這隻柚子 它昨天才吃而已啊 那你想看喔 它現在已經那麼胖了 為了要逗它的話 它一定又想要再吃 試試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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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